好,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文字艺术师 刚刚我们在这边做孙在阳直播教学 好,这一个内容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 例如说透过文字艺术师来去呈现 而且这是大家都会的 所以我们先打好这几个字好了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先直接插入 插入文字方块 然后接下来这个字的大小 稍微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整一下 字的大小稍微调整 那重点是在格式里面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文字艺术师样式 它跟你所知道的文字艺术师好像不太一样 你可能以前学过2003版 它有很多旧式的那种文字艺术师 假设我现在呢 我换成是这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好,这一种方式 然后把这个字呢 例如说搬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放大一点来去呈现 还不够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必须要缩小了 为了让每个字都出现 好 那接下来这个文字艺术师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文字艺术师 是不是它有底色 有底色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加强醒目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 等一下 为了要讲后面 后面这些很漂亮的印刷样式 所以你可能下面还是要打出一排的英文字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字体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都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换一下微软的正黑体 它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字形的 给我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理想 这跟标题的差距是有的 好 这我只是想说提醒你们 它有这样子一个文字艺术师 这就是它的文字艺术师 在这里文字艺术师 这边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重点是 你还不如自己来去设一下 你喜欢 例如说假设浮凸 我喜欢这样子一个浮凸 好 来去做自己喜欢的文字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来去做文字 而取代掉原本这一个浮凸 浮凸的文字艺术师 我们来观看一下 假设这边我想要放一点点英文字 放一点点英文字 让它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把这英文字放在这地方 放什么呢 查入绘制文字方块 例如说 computer learning on air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字哦 稍微要放多大呢 其实就是当我今天考量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样子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样字体真的不太好看 至少 至少这里面不是有很多种字型吗 例如说 我随便换一种字型 不是就比较漂亮了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海报 海报 未必是要 以 就是说 让别人 直观可以看懂 而有时候是以设计 既然是设计的话 像有些人 比较偏重 喜欢红色 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蓝色 那就会见仁见智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这里面有很多都是 就是很字式化的字型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比较倾向 例如说 例如说设计一点 花俏一点的 怎么设计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选择印刷样式 我也可以去改变字型 其实很单纯就是改变字型 可是在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我选到这几个字 去改字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根本就没办法直接套用 没办法直接套用 它不会直接秀给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当我选到这几个字 我是不是希望说 它直接换色 来去呈现那个视觉的变化 可是它现在不会 我觉得说 建议各位选到这几个字 是用文字方块工具格式里面的印刷样式 然后接下来 你看一下 这边会有范例呈现 假设我今天用方向键 来去往下移动 有看到吗 下面这个范例会变 来去做挑选 会比较好 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像这种字型 也蛮漂亮的 挑一种你比较喜欢的 然后点下确定 确定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字型就整个直接改变 而不是说 用以前比较传统的方式选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随选即用的概念 意思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选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没办法从这个字 没有办法从这个字 就了解它的字型改变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会直接秀给你看 这个范例 大概 例如说 假设是这一种 有看到下面那个范例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变化 好 假设我想要换成这一种 确定 是不是又换了 好 然后调整到是 适当的位置 好了 那我想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去选择一个漂亮字型 然后记得把它存到 事实上我们到时候 列印只会列印这一块 这一块 外面这些东西都不会列印 好 那就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记得把它存到 我们的第一个范例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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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